Zither Harp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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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微笑地注视着我 那是心跳时刻 那是心跳时刻 不比玫瑰帮忙衬托 就这样掉入了爱的漩涡 当你第一次牵我的手 那是心跳时刻 不必多说任何承诺 我知道你对我非常温柔 是不是花朵也有心跳时刻 是不是阳光也有心跳时刻 当他们互相接触时候 是今生最美丽的邂逅 是不是想你就是心跳时刻 是不是爱情就是心跳时刻 我多么盼望这种感受 能经常依然在我心头 是不是花朵也有心跳时刻 是不是阳光也有心跳时刻 当他们互相接触时候 是今生最美丽的邂逅 是不是想你就是心跳时刻 是不是爱情就是心跳时刻 我多么盼望这种感受 室opers 想我 сделать 室 Посовор es 我来自学 路面为 ti-rai 收我本次 快点 路面为 ti-rai 收我本身 没 árata 室识 我到指 快点 甚至你 去着 会死 好 走 你把我散 我把你呀 我了 你把你 embedded 就是那一步 走啊 热血滔滔 热血滔滔 终归顶墙 终归顶墙 热血滔滔 拉大iers 滄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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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快上车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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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楚才 是 可怜虫 是 应生虫 是 你们三位知道 我今天为什么请你们到这儿来吗 我想不外乎是要提拔我们哥三 不对 那是不是我们犯了什么错 那倒不是 因为你们三位正好是本公司内最特别的几位主管 您说这话就太过奖了不敢当啊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我的意思是 你们三位特别会专营拍马 洋凤英伟 营私结党 七下蛮上 不过呢 你们也别太难过 虽然这些别人认为是缺点 不过 在我李沛看来 倒认为是优点 我还希望 你们三位把这些优点 好好地发挥出来 好来帮我对付一个人 报告董 这不是我这个赵主才吹牛啊 不要说是一个人 我想凭我们哥三个力量的话 就算一间公司的话 我照样给他整垮了 对 只要你一句话 三角角落 黑白亮道 保证统统搞定 那请问 这个该死的家伙到底是谁啊 就是你们未来的董事长 孟生堂的继承人 怎么 一听是新主子 就不敢了吗 妈 那不是敢不敢的问题 那是应不应该的问题 小朋友 你是想反抗我是不是 妈你想哪去了吗 可是我们这么做 到底是为什么呢 为了我这些年来 为孟生堂付出的心血 为了几十亿的资产 为了你总经理的宝座 这些理由高不高 可是妈 没什么可是的 今天早上你知道他来的时候 你不是还在说 这些年我们都要替他人作嫁吗 那是我直接反应嘛 可是我 我前思后想 越想越觉得 我不应该这么样对付一个弱女子 对付 对付 告诉我 我还没开始呢 妈 那 那她失踪那件事情 又为什么呢 哦 原来 你认为这件事情是我做的 哼 那你就错了 暴力 是无能之徒所走的最后一条路 我是绝不会走这一条路 对 对 我们又不像那个李志诚 吴三冠那样子 强盗武夫嘛 那这么说 你们三位愿意帮我的忙 是 我们应当到我 在所不辞 也没那么严重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 是我们先要找到这个人 然后 才能进行我的第二步计划 是 一切 一切三明 一切丰富 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不用急 马上就会晃你们走的 这感情好 我就说嘛 他们怎么敢对文明天下的地骨特工队乱来的 你们两个放心好啊 你们的情我们会记住的 迟早会还的 我们不但要放你们走 而且在走之前 还要送你们一人一件礼物 那么客气干什么 我们都是看敏地嘛 你看 这玩意看起来很新鲜 好像很值钱的样子 这是什么东西 定时炸弹 什么 鞭子 给我听清楚 从现在开始 你们只有二十四小时的时间 要是你们不帮我抓回那个烧毁型 到时候 你们就会变成 一年广大 长起 砰 的一声 在火光中 化为灰烬 打开 我给你披了 现在 你们只剩下 二十三小时 五十九分 二十秒 十九秒 十八秒 十七秒 十六秒 不要费时间了 快走 谈生意怎么会谈成这个样子 他不是卖军火的 难怪人家说 人在江湖 胜不由己 他是为了救我 你没有看见 那两个坏蛋给他做的才叫惨呢 救你 我看不值得那么拼命吧 不 不 依我看嘛 很值得 太值得了 好 谢谢 谢谢 怎么没有看到你妈妈 如果你声过我的话 我妈跟我爸离婚了 你抱歉 你抱歉 对不起 哇 那这样很 你爸爸很难得了耶 一个爸爸又带你们两个孩子 不不 我爸爸才不宽小孩呢 他倒在狗刀巴西去的时候 只带他女秘书 怎么会这样子呢 哎 那他谁啊 罗叔叔啊 是社会局的义工 和皮带是他暂时收养的 嗯 冲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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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罗叔叔 你快蹦了 快蹦了 天啊 我回到家了 是我在你的口袋里 找到你的钥匙跟名片 送你回来的 是你 是啊 我记起来了 就是你 你是个扫把心 你害我的身影全冒塌了 你给我走 哎 你先不要那么激动好不好 我跟你抱歉 对不起嘛 这也不能算是我的错啊 还说不是你的错 全台湾这么多饭店 你哪间不去 偏偏来我这间 有几百个房间你不去 偏偏到我的房间 你为什么到我房间来 啊 我要是能回答你的问题 那我就摆算命摊了 算我倒霉了 你走吧 我不要看到你了 好 我这就走 可是不管怎么说 我还是谢谢你了 再见 喂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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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皮特 你给我回来 老师叔 你在跟着吧 你不喜欢 我喜欢 不行吗 你人小鬼的 你懂的什么叫喜欢 这些我不懂啊 喜欢就是 是爱情吗 我们家只需要面包 你们两个乖乖待在家里 我现在去想办法 喂 地带 搞什么嘛 你也不告诉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像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似的 是受不了啊 没有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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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又大户 你去哪 去吧 刚才那个漂亮的阿姨 找回来啊 你省着吧 你没听到罗叔叔 刚刚说他这个哨把心 哦 他如果是少吧 嗯 我亲愿当门籍 你敢 哦 不敢是小狗 拜拜 喂 皮特 皮特 这下你可好细看咯 好 谢谢 你不是不想再见到我吗 老实说 丢了上百万的生意 如果我不生气 那是骗人的 不过我刚刚也说了 台北有这么多的饭店旅馆 你拼命选中了我住的这间 也算是有缘分了 对不起 我刚太冲动了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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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带 你讨厌 你不假信用 你上去不 你在说什么 我却没听懂啊 你不是说 再不要叫他了吗 为什么 不到五分钟 就要唱一样的盯上人家 是吗 说对吧 皮带 我觉得我刚才改人家走啊 实在太不礼貌了 我想请姐姐回去一起吃宵夜 好不好 真的吗 你罗叔叔没有骗人 真的是这样子啊 好 看在阿姨的份上 我就姑且相信他 那你会不欢迎我呢 是 那还要说啊 保证没罗叔了 还欢迎吃几杯哦 好 快走吧 好 我感觉充满着你 压到鸡屎 好 走 走了 停 跟我们走 不要当我拿去 你手上的高压电棒 也失望出他的高压电 F 我看看他们长相 小心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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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那么大干什么了 人呢 小鬼呢 我打我生了 去 快走 分头好 分哈对立 别跑 他们就来 快走 那边 好险 没想到请你吃宵夜 出了这么多事件 不要说这么多了 皮蛋后面有事啊 哪里 我看得着 什么 我们欠船 不会 要想给你 我们在哪里 有시는点 我们的个人 聊天 天 你奇怪 這小鬼腿比你還短 我跑哪去呢 整什麼話嘛你 怎麼一個有水一個沒有水啊 我沒聽到自然學校 怎麼有水呢 除塞兩個字你懂不懂 不了解 我帶你過去看看 這就叫堵塞 不是 是那個啦 不要過來 不然我就慘了 這不是堵塞 那是什麼 這是害羞的邱比特 發生故障 好像有人在叫我們 可能是上帝 不是上帝 是皮蛋 我又走了 我又走了 我又 看他真是騙子 怎麼那麼好笑 怎麼不好笑 我告訴你 剛剛啊皮蛋先回來的時候 身上啊 這一片野蠻難不得心你 讓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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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完了 讓鏡 來 吃了 好了好了別鬧了 你也別去了 來 喝杯熱薑 好 還是你最好 胃情傷不 我也愛感冒 知道啊 喂 是小鵬啊 怎麼 是不是要我幫你拍個CF啊 不是啊 我這樣走 沒關係 現在也很晚了 去啊 怎麼會不去呢 好 待會見啊 小心 小心 唉 唉 這麼晚你們出去啊 上哪兒去 唉 我替孟聖堂拍的廣告啊 拿了一百多萬 現在不拍了跟我要錢 我一定破產了 陸叔叔 乖乖地在家 把門窗關好 你們要小心點哦 你放心 右皮蛋仔 阿姨安心得很 小鬼 再見 原來你也選打棒球啊 我 爸 太大了 這樣 我就逛房四號了 對啊 對啊 這不是蓋的啊 這個對機器幹什麼啊 你只想我給你來一段簡報呢 還是想拆掉身上的炸彈 不要生氣了嘛 你要拆就趕快拆嘛 唉 真是有夠衰呢 四十八小時之內 這樣被痛毆啦 被綁架了 落水電擊這不說 更精采了 還變成人體炸彈 滿街跑 就是不被炸彈炸死 以為被警方當成 巴有的恐怖分子給逼了 你說夠了沒有 沒有 我告訴你 我牛蓋仙出生的時候 是阿里山名以西 太平洋廢以東 是寶島的祥罪 人間的至寶 我跟你講 你今天要是把我害死的話 你就是歷史上的罪人 你聽啊 咱們要是幫著日本人 欺負咱們自己中國人 那才叫做罪無可赦 這口氣啊 我早就驗不下去了 你懂不懂 不懂 我只知道再過二十一個多小時 這口氣咱們哥倆 不想驗也得驗 我不跟你囉嗦 我告訴過你 我有辦法 你有辦法你說出來嘛 好啊 咕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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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道啊 嚴重警告 嚴重警告 本爆破系統有防守破壞裝備 任意開除即刻以後 十 九 八 七 是五五 五 二 哥哥 糟了 这下麻烦大了 你说什么 我们可能取得个自动移包装置了 吹破天 你真的成为历史上的罪人 我会被你害死 我会被你害死 小鹏 对不起啊 你们继续 别害臊了 进来吧 罗子柒 你脸皮也太薄了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 难道你还不清楚我跟小鹏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你啊 我以为是别的女人 你 好了够了不要替我解释 你来的正好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给你找不到你 毛给吉辅 混蛋 好了 你可以说了 是这样子的啊 我不方便出面 所以呢我想请你啊 帮我找一个人 当然了 不是没有代价的吧 只要人找到 我立刻就签字条 让会计师 把你暂电的广告费 发给你 怎么样 够意思吧 等一等 你这算什么条件啊 你本来就应该给我钱的 你给我听清楚 罗子齐 要不是看在老同学的份上啊 你这家破广告公司 有谁会找你拍广告啊 而且啊 我只要照合约 大笔一挥 你不但一毛钱拿不到 还得赔赏我的损失吗 好吧好吧 我答应你就是了 你到底要找谁啊 找一个女人 孟生堂关系企业的女继承人 她叫邵惠星 这里是她从小到大的资料 除了照片 什么都有 务必要找到她 我跟她的命运呢 将会有很多 无法避免的牵连 人海蛮忙呢 你叫我到哪儿去找 我已经查过出入境的名单 她昨天已经入境了 现在人应该在台北 你不妨 从饭店跟旅馆进去 好啊 杜小鹏 原来你把罗子齐找来谈的公事 就是 就想替你找女人啊 你怎么知道 你忘了关对奖机了 不知道 原来就是这样的一条 你这个少主一猪 你饶不饶了你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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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什么好说的 你自死了 这就叫 自作自受 你不要瞒着我 不是 你听我说 你听我姐姐 你现在只剩下十二个小时 又四十八分 怎么办嘛 哎呦 小鞋作文的时候 你看看 观音世界日夜如说 形容了多么的贴切啊 不要吵 你现在还看新队小车有什么用 来不及了啦 谁说来不及了 你看 禁区状况栏第七条 当第五特论队员遭遇生命危险 无法以智力排除时 请你用七栋勾拐密码 与人无电脑联络 我知道了 是不是找漂亮宝贝想办法 对 就是他 除了他之外 没有人那个救我了 等我打电话 喂 是帝谷总部吗 我的安管号码是栋栋五三 请立刻给我接七栋勾拐 是 是紧急事件 好 我等 到底接通了没有吗 接通了 喂 是漂亮宝贝吗 宝贝 什么什么 怎么可能呢 喂 喂 怎么回事嘛 说了你也不会相信 你说啊 你赶快说嘛 我们的漂亮宝贝 得了日本老爷 祝月送休 我不相信 这怎么可能嘛 我说过你不会相信了嘛 可是总不是从来不撒谎的啊 奇怪 电脑怎么可能得日本老爷呢 这不可能嘛 当然不是什么真正的细菌病毒 而是一种为自行复制的破坏性程式 听说它在美国啊 有大半数的电脑 都已经被它破坏贪犯了 这个书就叫做 叫什么 叫什么 当机 当机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警告 警告 还剩下十二个半钟头 空前绝后的爆炸性节目 就要上场咯 什么爆炸性节目 你真的好笨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会像英国上空那一架泛美航空飞机 被炸得自力破碎还要惨 我的命好苦啊 不要哭啊 太难了 如果我们两个逃不过这一关的话 你绝对不能放过那两个小日本鬼子 小子的鬼子 那个短腿那两个是不是 走开山上去 走 什么 孟盛堂总经理 托你找邵慧心 那两个小鬼还在睡 你认识他 没有 我不认识啊 我怎么会认识呢 奇怪 他要找的人 怎么跟我同名同姓呢 还好没有告诉他我的名字 你想什么 没有啊 没事啊 对了 真不好意思 跟你聊了这么久 到现在 我还没请教你尊心大名 哦 哎哟 这怎么敢当呢 人家 人家的名字 很俗气的啦 这有什么关系呢 名字只不过是一种称呼而已啊 好 那我告诉你 你不可以笑我 不笑 绝对不笑 好 ONE家的名字 姓真 叫 美丽 真美丽 哎 你这么讨厌啊 是我不笑的啊 好吧 我不笑 其实名字跟你真搭 搭了真妙 人如其名一点都不错 嫂做豆腐了 你快把那少小姐的饲料给我看看吧 没问题 反正啊 我想请你跟我一起找 这明明就是我嘛 难道我真的会是陌生堂的继承人吗 小童他想骗我 他这么无情 我何必要帮他忙呢 对了 不如想个办法 把他骗我的钱给要回来就行了 美丽 你先说好了 我回事 这也好 那我先说了 好啊 你说啊 我 你说嘛 我很需要你 怎么了 我说我很需要你 你叫我 我需要你 什么啊 我需要你 你不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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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我想你弄错了 我想请你帮我冒充少贵新小姐 不要冒充太久 只要偏那个陆小峰 把欠我的钱还给我 这是让同你找人的交换条件啊 对啊 你说他是不是欺人太甚了 这倒妙了 自己冒充自己 也好 我就趁这个机会 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 可是我给债主逼得走投无路 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 好了 你不用说了 我答应你 谁叫你曾经审命救过我呢 那太好了 不过你得先告诉我 陆生堂到底是怎样 一间化妆品公司 你能到时候穿帮啊 没问题 陆生堂那家公司我太熟了 我说给你听啊 好 他们的楼下是营业物 楼上也是各种方式 还有三个人都是 是 是 我早就知道那两个家伙 靠不住 这只能怪他们面包 从现在开始 一切自己冻死 无论要付出任何代价 我们都要取回 相机配方的磁碟片 小姐 小姐 是你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我们要怎么样复制他们? 垃圾就应该回到垃圾该去的地方 干嘛呢? 什么事啊? 怎么回事? 有鬼啊! 天呐! 他们竟然做得出来,这是垃圾堆 说完了没有? 如果我们不赶快想办法把身上的炸弹给拆掉的话 我们会死得比垃圾还难看 血肉模糊,伸手翼处 你看看我们怎么被自己弄成这个样子 好了好了,走了走了走了 你瞧瞧,这人头效率多快,你看看 人都还没有死,上一射就派车来服务了 不要胡说八道 怎么样? 如果你们想拆掉身上的两颗定时炸弹 就赶快上车 你说你肯定我们拆这个玩意儿 那可不是那种玩意儿 不是他,是我 这个世界上 能拆恒田改良式定时炸弹的只剩下五个人 我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我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今天真是怪事特别多 胡说八道的人还满街跑 别瞎说,车上坐的是我们老爷子 老爷子?什么老爷子? 哎呀,不要管他那么多嘛 只要能够救我们,管他里面是一条猪 我们都要上车 敢罵我老爷子是猪?你找死啊 哎哟,大哥,大哥你知道吗? 你看我嘴巴那么大,才会说我流嘴嘛 有人要倒霉了 你这个见识不救的家 阿翔,不知者不罪,请他们上车吧 时间不多了 是,老爷子 上车 大哥,一切听大哥 老爷子 老爷子 谢谢,谢谢 麻烦你了 哎哟 啊 呃 本人陆小弘呢 今以台湾孟生堂化妆品公司 总经理的身份 代表孟生堂全体同仁 欢迎邵小姐的大家光临 我也很高兴能够回到 我爷爷亲手创立的公司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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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特别请我们公司的首席模特儿 林丽莎小姐来献花 以致欢迎之意 哎 丽莎 你 你疯了你 我搞错了吗 你也没说是给哪一位献花 你 三个姐 对不起的 没有关系 我又不是要去夏威夷观光 用不着这道百文乳节 不过林小姐 我还是要谢谢你 嗯 紫棋啊 没你的事 你可以走 嗯 你也太现实了吧 哎 吴总经理 哎 我听说罗紫棋先生 曾经为孟生堂 期望过好几个成功的广告个案 说起来也不是怪人嘛啊 嗯 嗯 是啊 少小姐 你说得对 嗯 紫棋啊 谢谢你帮我找到了少小姐 辛苦你 我不是辛苦 我是命苦 哦 你还是罗仙找到您的 真是太感人了 这样吧 我代表我自己 请罗仙喝杯咖啡去 别客气 走啊 走啊 哎 吴总经理 怎么不听我介绍 听上你的手下大叫吗 哦 应该的 不急不急 酒会的布置现场 已经准备好了 待会在酒会现场 我再替少小姐介绍 您太客气了 可是不知道您是 哦 呃 这位是我妈 李沛 哦 伯伯您好 您好 我也是孟生堂的总监士 少小姐真是文明不如一见 好漂亮啊 没有 不知道 是不是用的也是本公司的产品 哦 我很少化妆的 当时伯母自己用的好像是 巴黎红模仿公司的 芙蓉之味系列吧 你怎么知道 别忘了 我有个绰号叫香膜啊 啊 原来怎么那么酷呢 不断地在换牢房 啊 没关系啊 卡 rolled 喂!你們什麼意思嘛 為什麼媽媽關在這裡 半天也不來著人啊 你看看,沒有人吧 沒有上當 算了,兄弟,我早就想通了 我只是後悔 為什麼十八歲的時候不娶阿湘 生他一大窩子 你還是有機會的 你終於出現了 你為什麼不上前一點 讓我看清楚你的真面目啊 對不起,我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不過你們遲早會知道我是誰的 那不重要啊,你答應我們拆炸彈 你就趕快動手嘛,時間不多咧 快點啊 老強 是 剛才測試,還有多久到你報點呢 回老爺子的話 還有兩小時三十七分鐘 那夠了 夠了 夠了 你受得這麼輕鬆啊 要是時間不夠的話 誰倒楣啊,倒楣的是我們咧 是啊 你講話給我客氣點 阿強,爸 要是有炸彈綁著你自己身上 你也好不到哪去 老爺子教訓的是 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關燈 是 等等 關了燈怎麼拆炸彈呢 這就是拆除恒田改糧食定時炸彈的微妙的地方 這跟鮮味手術豪芒雕刻是完全一樣的道理 過度的亮光會是工作的人分心的 我想你們不希望我在工作的時候 到了請要關頭再分心吧 當然不希望 那就趕快關吧 大虎熊 你說什麼 不 強哥 幫幫忙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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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你破产可以 我们搞不掌心 过去正确 好了啦 走了啦 欢迎你到冒牌会 酒位开始了 人家没有邀请我 进不去的 哎呀 你放心好了 我的家安排好了 去了你就知道了 对呀 快走吧 走了 走了 等等 等等 我拿香烟啊 好好走走走走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各位孟生堂的同仁 今天呢 我很荣幸 以孟生堂董监士的身份 为各位介绍本公司的创办人 邵孟生先生的孙女 邵慧欣小姐 我希望各位以热热的掌声 来欢迎邵小姐 邵小姐呢 邵小姐呢 在美国南加大已经获得了 化工硕士的学位 这可以说是 才貌双全载玉归国 现在我们请邵小姐 为我们各位讲几句话 好 谢谢 各位好 我是有几句心理的话 想向大家说 在前几年 我稍微心 不过是靠打工 和奖学金 在一厢苦毒的学子 可是今天晚上 我却成了 台湾最大化妆品公司的 女继承人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现代传奇 就好像童话故事里的 灰姑娘一样 但愿这一切 不会在中敲过十二点之后 就消失了 好 少小姐真是幽默啊 也许你可以把这番话 当作是一个轻松笑话 不过 这并不是我的本意 那少小姐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孟生堂这个为千万妇女 所制造的梦幻公司 会不会真的成为一场梦 一场从熏烂琢目 顺到豪华中 化为求仁寝寒的惨梦 好 少小姐 您这个话严重 如果您是针对我们公司的业绩来说的话 我赵主才可以很骄傲地说一句话 我们公司的业绩一向是有目共睹的 No.1 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可以跟我们业务部的主任 林沈总先生 还有我们的销组科科长 柯连总先生 他们都可以证明的 对 对 对 保证台湾第一 我同意 不过我当然有足够的理由 支持我的看法 为了不破坏今天晚上的美好的气氛 和大家的顺情 我借花献佛 谢谢大家 希望你们玩得尽兴 来 我们自己坐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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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下来 你坐下来 这要去 你坐在哪儿吧 哎 哎 就是这家 对啊 尴尬 哎呦 转告转 转 哎呀 这有什么关系嘛 你坐下来 他们进去了 快快快快 哎 哦 干什么 要我爬墙啊 当然啊 除非你会成功 不然的话 坐不进去 我是说这种行为不道德啊 哦 你少来了 让我冒牌和了虎人 更不道德 好了好了 这种犯法的事啊 我是不愿意做的 哎 哎 哎 你怎么啦 你们有玩没有玩 我要先走了 迪达 根据刑法 诈欺罪 最少要做十五年监牢 迪达 我想 我们还是赶快 一块找个人家 缩养算了 我这玩 你应该告他 二一一气 再加个十五年 有好吗 这个条件啊 可以再考虑考虑 好 好吧 就此一次 我爬墙了 不是 其实 这是还简单的 快快快 我知道了 不要推 不要推 我自己来 一 二 三 来 别让玩笑的言语 混合了落 那些调皮游戏 都不是我的真心 如果你自己倾听 会听到我的爱在邀请你 你 别让人淡淡的表情 一起 分享到天津 人生路途 不管晴天和风雨 要请你 陪我度过 黄昏到黎明 有你陪伴 一切就变得有意 有你陪伴 好 请不吝点赞